還有沒報的 還有沒報的是為什麼 通常都是因為 被害人還有所顧忌 我舉個最簡單就好了 我明嘴見還有一個沒報的 我剛剛講的一綠三藍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 連我這個老臉都被摸到後來拒絕舒緩 你知道嗎 最近所有全台灣最熱門最火紅的話題 就是什麼呢 就是性騷擾 我們沒有看到這些性騷擾的內容 這個真的還不知道 這一看之下 我真的是很不客氣的 也不怕得罪人 講一句 這真的是演藝圈 實在是一個大攬鋼 我們今天邀請到瑞德哥 瑞德哥在資深的媒體人 對於這個演藝圈 我想他也是從這些年 從旁邊旁觀撤擊 我想他自己也很有心得 我說句實在話 像我們在出社會對不對 我們這個社會人士 你如果說有時候我們周遭朋友 喜歡開開黃腔對不對 講講一些刷刷嘴皮 這種人我們就已經夠討厭了 有沒有 本來黃子椒這件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沒有人發現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是MeToo進行了一個多月對不對 照理來講應該都會慢慢下去 慢慢淡掉 MeToo是由民進黨政治圈開始嘛 工作職場上的長官想要把大事劃小嘛 最後這兩個長官全部去職 就這樣子嘛 是從民進黨開始的 但到後來 衍生到後來 哇 朱學衡也有 然後從政治圈 有沒有 然後朱凱翔 朱學衡被指控 然後後來緊接而來 又演藝圈騷到演藝圈 那政治圈國民黨也有騷到嘛 事實上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最近這一起所謂的黑人事件對不對 黑人陳建州事件呢 為什麼他去告大牙是告民事求償1000萬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一天不在收告 一天不在召喚他 他是故意的 你照理來講這樣的事情 你應該要直接告刑事的加重毀謀罪才對 沒錯 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不對 雖然我們臺灣99%的毀謀罪 不會抓去刮啦 但問題是那你應該先告他 那你的附帶民事賠償還 你如果附帶民事賠償1000萬的話 你只要出500塊裁判費就好了 你何必還要直接告民事 民事告100萬 因為我告人家過 100萬是1萬塊的裁判費 1000塊的話至少要拿出十幾萬出來 1000萬的話 那他為什麼要拿十幾萬出來 因為很簡單 兩種刑事跟民事的告數是不一樣的 刑事告數要成立對不對 你要告毀謀罪 你自己本身是公眾人物之外 而且只要他的東西是有所本 那麼跟私德沒關係 但是跟公眾利益有關係 你自己本身是公眾人物 你的形象什麼 這個就跟公眾利益有關係嘛 那還有就是有所本 他可以找很多的證據出來嘛 當年我們確實是去香港對不對 當年我跟我閨蜜誰誰誰 可以這樣講嘛對不對 所以幾乎這個等於說 幾乎大牙不會有事 當然問題就來了 在刑事的部分是檢察官指揮偵辦 所以檢察官才是偵辦的主體 所以他去調查證據 民事不一樣 民事官司是怎樣 你原告我被告 兩個人要自己去把證據拿出來 來給法官判 給法官判 所以你必須沒有調查這個階段 你必須自己去找證據出來 那對方會找他的證據 當然就是你說他怎樣 所以毀謹他的民生 造成他的侵權對不對 名譽上的損失嘛 所以呢兩邊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檢察官幫你去調查 把檢察官幫你去調查 弄掉了他可以指揮調查局 指揮這個的 警察看都可以 甚至於調飯店 調什麼紀錄都可以 但是呢民事的部分 被害人要靠自己 現在聽說包括李俊玲律師 他們都願意出來協助等等嘛 跟他打 打這個官司 沒有的話還人家清白 有的話還你清白 就是很簡單 我的想法就很簡單 不管你是誰 誰做這種事誰負責 很簡單嘛 還有沒報的 還有沒報的是為什麼 通常都是因為 那麼被害人啊 還有所顧忌 我舉個最簡單就好了 我名嘴就還有一個沒報的呢 我剛剛講的一綠三藍對不對 還有一個沒報的真實故事嘛 但是因為他自己本身啊 這個女名嘴啊 其實講就知道 邱明玉啦 邱明玉是常跟妳上節目的 這個等說名嘴啊 但是他是最主要的時候 他一開始是在這個 這個Coco姐的臉書下面 就是那個Coco姐 其實一綠三藍是我跟Coco姐講的啦 但是我不會跟你講是誰啦 他我們在聊天的時候講的 他把他寫上去 他在下面留言 他在下面留言 邱明玉留言就留什麼呢 就留到說 留說 這個有名嘴在舒嬅室 對人家舒嬅的那個 那個不禮貌 就摸人家的手啊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耶 連我這個老臉都被摸到 後來拒絕舒嬅 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 我現在因為me too 已經過一個多月了 要不然就這樣出來講 人家會笑說 你們來唱這個 這個熱度 你XXX 到考年鏡吃豆腐 你別又不會說我叫你騷擾 還有男的女的都有 那實在是一把 走在路上突然間擦身而過 一個那個酒店的 酒店的小姐可能喝太多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這樣調通區 又跟妳說幾句話 又起的喔 起到 我起到 因為我的個性實在是 不好你知道嗎 妳的個性 一分都沒有 女的又不怕 你知道嗎 起到 起噗噗回家 我不要說妳是在做什麼 我剛才這樣講對不對 還不可以講 現在你這樣me too 剛剛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那個一個多月裡面講說 來趁熱度 Alright 來趁熱度 去了要死對不對 不能講嘛 那邱明玉是因為他寫出這個 有人被吃豆腐 還先衣服先裙子什麼 太下流了 好 重點來了 這個是一開始 到後來他可能有感而發 後來把發生在這個 2023年3月之間 在某個電視台的這個等於說 電梯間所發生的事 其實他被一個男明嘴 我們也很熟 被他壁咚 突然間壁咚 你知道嗎 不舒服 我們不要什麼 去攻擊人家被害人或是幹嘛 為什麼 被害人是無辜的 不舒服 因為那個感覺一定很不舒服 因為我被人家 也被人家性騷擾過 所以我知道那種感覺不舒服嘛 所以後來他就把這個事情 寫在他臉書上 只是他說 他也目的 他是不舒服 因為他其實 當下離開那個電梯了以後 就打給他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這個名嘴朋友 那個名嘴朋友 我都跟他求證過 然後他很不舒服 很那個 聽說後來上節目 上到後來眼睛都紅了 你知道嗎 你對人家造成他 你有些人認為沒什麼 但是你對人家造成的傷害是無以復加的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 但是他後來有自己說明 他說他並不是想讓他身敗名裂 或是讓他永遠退出 他只是不舒服 其實他要的是一個道歉 但他到現在沒有要到 當事人還到處否認 你知道嗎 我講監視器啊 電梯裡面都有監視器啊 先生啊 人家放你一碼 然後呢 沒有把事情鬧大而已 我就舉這個我們自己 而且這件事情 有夠八卦的 因為連國民黨很多人上節目都知道 民進黨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問題是沒有被害人 沒有被害人 就變成大家私底下都在傳 大家都知道他不能講 你知道嗎 我這成為那麼痛恨的原因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我而已 很多名嘴都有深受其害的那個 我們有一個名嘴曾經被瘋狂女粉絲 封到什麼程度 偽造身份證 佩偶然直接打上那個名嘴的名字 再跟你保全說我老公 我來找我老公 這個保全後你敢再多一根筋啊 你少一根筋就讓他上去 想說佩偶身份證都這樣打了嘛 對不對 就讓他上去嘛 沒有他就打個電話問一下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太太跟我在一起 怎麼可能下面害一個 不過害這個男兵者從此以後 不敢從一樓 他都從地下頂 哈哈哈哈 嚇也嚇死 我跟你說 我叫聲算不錯了 你看我叫聲不錯 特種部隊對不對 不怕死也怎麼辦 我也被騷擾過 你知道 我會想到 之前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男生 蠻帥的 他後來都是在主持廣播電台 然後被他的那個 他以前也是個writer 作家也寫了一些 後來被他的那個 瘋狂的女粉絲 還是一直糾纏 後來聽說還被那個 那個 什麼好像那個什麼 尤愛生恨 還被那個女粉絲 拿那個球棒 K了一下 所以你就知道 女粉絲的可怕 我個人就被女粉絲搞了三個月 你知道嗎 人喜歡我非常高興 我覺得魚有榮焉 沒有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 民雄 算命我這一輩子 就只有兩個小孩的扣打 我用完了 不好意思 謝謝 不過問題來了 人家喜歡我們很開心啊 你的名人有桃花 只要不是爛桃花就好 寄信寄東西到電視台來 廣播電台來 常常接到 有一個瘋狂的女粉絲 每天寫信來 每天寄禮物來 也OK啦 但問題是 越寫越離譜 你知道嗎 寫到有一封 讓我個人覺得 我雖然是A片的這個私藏家 對不對 25000片嘛 很多人都知道嘛 我那個為了這個去買了幾TB幾TB 現在越來越大幾十TB對不對 可問題是 我只是私藏家 我在家裡自己看又不會怎麼樣 我背看邊找不行嗎 結果後來他竟然有一封信寫到說 不能繼續跟我這樣下去 因為我們 我們兩個人性生活平反而愉悅 我看著那個像背有沒有 一隻腳不穩 一隻腳不穩 因為 因為不可以跟他有touch 所以呢 他越寫越離譜 然後又寄一些禮物給我 我告訴你 直到三個月後的有一天 他寄了一大袋跟一封信給我 那時候我這輩子最開心的是 為什麼 從來沒有人 被人甩了 拋棄還笑成那個樣子的 那天我笑著錄影了 為什麼 他在信裡面說 不能跟我繼續下去 這段內緣啊 他決定拋棄我 啊啊啊啊 恭喜你 那這件東西是什麼呢 他說他喜歡我隔壁的那個名嘴 希望把它交給他 我好多開心啊 我就把這封信跟這個東西說 現在交給你啦 謝謝啦 謝謝 從此以後的我 我高枕無憂啦 你知道嗎